- 防众话术技巧一堆 为了成交什么鬼话都敢讲 出事情时 态度还会变得很恶劣 可是我又不得不透过中间买房子 所以说 到底看怎么才能避开地雷防众呢 想买房子的你 请问都是怎么找中间呢 是不是直接走到防众公司碰运气 还是到房地产的脸书社团po需求 然后从一大堆四四四的防众里面 像摸柴一样 看你摸到的是头奖还是安慰奖呢 其实 要挑选到适合的优质防众 真的不用夺运气 我相信大部分的消费者跟防众打交道之前 都会有迭对节的心理准备 因为我们都怕被房众给骗了 买到高于行情或者有问题的房子 对吧 这一点我非常可以理解 因为连我自己要住房子的时候 也被那些同业的话数跟服务弄得很不爽 所以请相信我 在这行十几年的我 我遇过的糟糕房众 肯定比你们消费者多太多了 如果让我把那些地雷房众的事件都拍出来 我就可以再开一个频道了 其实我们房众业者也不能否认 因为所有房众都会使用销售话数来提高成交机率 也会为了成交而去对客户做状况 所谓的做状况 就是对消费者讲一些假的故事 让买方更愿意加价 让屋主更愿意降价 也让我们自己更好收住服务费的技巧 所以销售话数跟做状况 已经是房中业的必要之二 否则不靠这样的方式 怎么能让想狠狠削对方一笔的买卖双方 都觉得他们自己赚到了呢 不过我们以正常情况来看 也会在新闻上面看到那些特别糟糕的事件 像是用诈气的手段来成交 或者出事之后嚣张恶劣的态度 真的只是很少数很少数的老鼠屎 毕竟哪一个行业没有老鼠屎 况且以实际状况来说 态度嚣张的消费者还比较多了 所以不用太担心房中用诈骗或是流氓的态度逼你买单 因为现在社群媒体这么发达 哪个房中敢这样做 全台湾马上都知道了 这间店跟这个房中也不用混了 所以我们不要拿极端案例来吓自己 这时候你可能会想 OK 我了解大部分的房中都没那么坏 但我只是想单单纯纯的买个房子或卖个房子 我只希望房中可以老老实实的跟我介绍房子 跟我说明行情 并且具备最基本的专业能力 不要一问三不知 不要骗我 能够替我的需求把关 对于买卖房子这种几百万的事情 这样的需求一点都不过分吧 没错 你讲的非常正确 因为不管怎么说 一般正常的买卖行为 商家都不会搞一堆话数或是做什么状况来让你买单 而且既然要来做房中 处理的又都是几百万几千万的东西 所以要求仲介要具备基本的专业能力 其实一点都不过分 重点 我们该怎么避开地雷防众 挑选一个不但诚实 而且专业度也要足够的防众呢 如果想知道这个答案 那就请你一定要把今天的影片看到最后 因为今天我要教你的判断方法 跟这个仲介是哪一家防众品牌完全无关 而是全台湾所有防众都适用的三大挑选方式 跟着这三大挑选重点 可以避免你未来遇到房产纠纷的时候 结果还得受地雷防众的一肚子气 该怎么不靠碰运气避开地雷防众 还能够挑选到继承时又专业的防众呢 我给你的建议就是 上网搜寻 没错 就是这么单纯的方式 就像你去餐厅吃饭怕踩到地雷 都要先上Google看一下评价一样 上Google YouTube 或是脸书 IG之类的社群媒体查证都行 你该做的事情 就是把你的需求用关键字丢进去搜寻 例如台北新一区卖屋 台中南屯区买屋等等 然后从这么多搜寻结果里面 找出那个既诚实又专业的优质防众 你现在是不是在想 是让你有用吗 防众又没有一个客观的心急评比可以看 而且每次上网搜寻的时候 看到的全部都是防众公司PO的物件 物件物件 怎么可能从那些贵的钥匙的物件里面 看得出哪个防众专业又诚实 你说的对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 从搜寻结果里面找出那个 不会一直推销PO物件 而且分享对你真的有帮助的 专业知识的防众 这就是你唯一要做的事 怎么说呢 接下来让我用三个重点让你知道 为什么这三个方法是最高几率挑到好防众 而且最低几率挑到低点防众的方式 第一点 没有一直推销物件 十个做网络行销的房众里面 有九个都只会狂PO物件而已 为什么防众这么爱PO物件呢 原因很单纯 因为他要成交 他要赚钱 他要让买方赶快找他买房子 这些行为很合逻辑 但是反过来看 这种一直分享物件的推销行为 明显透露出一个证据 他只在乎他自己 是的 这种满脑子都是推销物件的防众 他们在乎的只是自己的口袋 比起客户的利益 怎么样能够成交才是他们的重点 请记得当我们要看一个人的时候 不要听对方说了什么 要看对方实际做了什么 那些仲介都说 自己会把消费者的利益摆在最前面 但实际上呢 他们却只顾着自己的口袋 拼命在网络上推销商品 这不就是明白让你知道 当他们牺牲时间去做网络行销的时候 一定得做对他们自己有好处 而不是对你有好处的事情 相信不会有人想挑这种自私自利的房众吧 第二点 重视消费者有说到做到 打从心底重视客户利益的优质房众呢 比方说像是这些 在南侃买房子的注意事项 竹北最近五年的房价走势分析 高雄某某商圈的行情比较等等 或是分享一些 仲介都不容易讲的负面风险 帮助你知道地雷在哪里的内容 例如2021年买房的风险 台湾房价为什么不见得会继续涨 为什么房地合一税2.0 让台湾房地产不再适合投资的原因之类的 比起那些推荐物件的内容 这些能够真正实际上帮助到你的内容 大部分的房仲都会把宝贵的休息时间拿去休息 上网追去 打手游 但是如果有一个房仲 愿意牺牲自己宝贵的休息时间 免费制作那些能够帮助客户解决买卖房子问题 甚至分享对自己没什么好处的房地产资讯 那么比起大多数都只顾得推销的房仲 这种默默努力 希望能够帮助所有人 真正能够做到把消费者的任意 放在自己之上的中介 不就是我们想要的优质房仲吗 第三点 立刻能够知道他的专业和用心程度 感谢把影片看到这边的你 我们可以从前面的第一点第二点知道 一个真正重视消费者利益的诚实仲介会是什么样子 不过你可能也会担心专业度的问题 毕竟很多新人虽然对客户也是掏心掏肺的好 但是因为专业能力不足 导致在许多重要的地方都漏洞漏悉 让你什么都没办法在处理房子上面放心 但是呢 一个在网路上分享实用资讯的房仲 我们马上可以从他分享的部落格文章 YouTube影片 或是脸书跟IG的贴文知道 这个仲介到底有没有料 因为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这些仲介在网路上分享的内容 就是他们够不够专业的最佳证据 比方说 你看到某个仲介在网路上分享 缝甲商圈的电竹分析 这时候 如果一个没有料或是不用心的仲介 很多就是po一些实价登录的数字就完事了 不然就是在里面疯狂的吹捧 缝甲商圈有多值得购买 赶快来找他买房子 但是 一个有料又用心的房仲会怎么做呢 除了会整理实价登录的行情进来以外 还会愿意花很多的时间 把这些数据做成价格的走势图 并且搭配上其他像是新闻媒体之类的证据 来告诉你为什么缝甲商圈的电竹价格走势是这样 并且会在最后提供他的专业建议 例如说 现在想要进场的你 要注意的潜在风险是什么 或者是客观地告诉你 现在千万别进场 否则会有哪些坏处等等 他有可能也会这样告诉你 应该如何用正确的方式来挑选缝甲商圈的店面 你才能够挑到有投资价值的店面等等 所以说 如果你能够理解这三大如何挑选房仲的重点 就可以在网路上找到既诚实又专业 而且人品也很出色的优质房仲了 因为像前面讲过 与其听一个房仲多会讲 不如观察这个房仲实际做了什么 当然啦 虽然这不是唯一能够让你挑选到优质仲结的方法 却是唯一一个扎扎实实 那你不需要赌运气 不需要付了服务费还得售气的最保险方式 顺便询问一下 想要找仲结买卖房子或租赁房子的你 最担心遇到什么样的房仲呢 A. 讲话不老实 和你买贵或卖地的房仲 B. 不够专业 和你买到有问题的瑕疵物的房仲 C. 人品有问题 遇到问题不愿意好好解决 反而太多恶劣或是很敷衍的房仲 D. 所有的房仲都一样啦 我全部都不相信 所以我绝对不透过仲介处理房子 1. 其他 请把你的固定留言在下方 你的每一的留言 我保证会亲自百分之百回复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